我們現在還要做一件動作就是 如果你有影片轉檔的 就是你抓下來的 可是別的電腦不見能夠播對不對 第二個 你如果想要把它放到你的MP在裡面 比如像剛剛那首歌 我想要把它放在MP在裡面聽 那怎麼辦 你是不是要只把音樂抓出來對不對 好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透過我們格式工廠來做一個幫忙 那格式工廠這個也是免安裝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這個地方呢 看到格式工廠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放 好 還沒有把它抓出來 這個 這個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好 打開之後呢 一樣免安裝的 直接執行就好了 好我們先看一下 那格式工廠主要它的好處就在於說它資源的功能還蠻多的 它雖然不是最好的 就是品質不是最好的 可是它的好處就是還算很簡便 那所以我們可以像這樣 比如說你看喔 你可以轉影片的 把影片轉成不同的格式 比如我這樣丟進來就好了 比如說我電腦裡面沒有辦法封FLV 那我就把它轉成WMV 有沒有 或MPG 這標準的都可以播 好那你可以去設定它的品質 好那最後呢 如果你這樣我就要開始 它就開始做轉檔 這樣應該了解 你看這邊 就會出來了 就有另外一個 只是一般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網路上它喜歡用FLV 或者是MP4 因為這兩種格式 都可以讓影片 在比較高的品質之下 檔案變得比較小 所以你看我們 轉檔前 FLV幾Mega 轉成WMV之後 我們看一下多大 有沒有發現變大了 這樣清楚了吧 所以網路上它 因為網路的關係 所以希望能夠盡量越小 但是又維持高頻率 所以FLV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另外一種發生就是 我只想聽聲音 沒關係你把它轉進來 你看我們往下走 現在是轉影片的 有沒有轉聲音的 有沒有變MP3 所以我就直接拿出來 直接MP3拿來聽就好啦 影片直接去掉 所以在這邊是不是就多了一個 就轉完了 3.16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放到你的MP3的那個 裝置裡面 這樣會不會了 所以它的功能其實也蠻多的 當然你也可以從光碟裡面直接抓出來 我們透過這個方式呢 今天你可以看到我們主要就講的這些 包括了認識的一些 多媒體的格式 還有很好玩的Google的 搜圖片的技巧對不對 掃圖的技巧 然後再來呢 我們針對的照片 怎麼處理 跟大家介紹一下 還有影片怎麼抓下來 怎麼做轉版 那剩下兩個主題 就是Border & Pack 免費的圖庫 還有這個線上學習 我們就下次再跟大家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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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